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FIT开有条路 我们希望将社会发生的事 和医疗知识一起结合 然后可以输入你的脑子里 让你扩阔你的知识 今天和Lisa继续和Felix聊天 大家好 Felix是医疗集团的负责人 我觉得这个节目的特色 除了说病症、药、 其实如何看病 很多时候可能要像Felix 跨不同领域 每个人都会认识的人才能回答 譬如我们的观众很好反映 就说你上次用拨智能电话 你可否给我们看一次 那个内地的看病系统 是 他们说是否如果 我们不卖广告的 是否他们回到来地都可以 可以 用这个应用程式 可以的 或者来地叫APP 是吗 是 都可以用这个 可以的 是否有记录的 有记录的 是 你问完之后 记录都在上面 但是他只是做diagnosis 即是只是做诊断 还是还有没有其他跟进 有没有跟进 现在暂时来说 都是做得比较 我们叫做轻问诊 如果真的遇到一些 比较严重的问题 其实他们的平台 都会说 不如你去回 我转介你去医院那里看 如果轻问诊 他的跟进就可能有时 甚至乎会建议你 买药都有机会 绝对会的 譬如你 他们都问了 我真的很头疼 头晕 生气 肚饿 流鼻水 他自然地就会跟你说 你碰到这样的诊断 我建议你可以吃这些药 然后他就会传一条链给你 你按键就会买完 半个小时就送给你 等等 等等 最后那句是什么 半个小时就到了 送了药给你 去到你的办公室 或者你家门口 所以你其实可以 完全捉不出户地去看医生 还有药 可以给你的 Lisa 这个跟我们香港人理解 很不一样 我们现在是 譬如我这些很怕看医生的 是的 或者说 这么小病不要排队 又排队排队 是 下去药房买一些药 那我也是要下去药房买一些药 你意思是 不需要 有人送到上门吗 是的 送到上门 和内地的国情很接近 绝对正确 他们买什么都送的 是的 送货很快的 是的 很快的 就是药都可以的 一每一天 已经是做到这一天 已经是做了很久了 所以都挺成熟的 就是他们国内 可能不同的集团 就会斗不同的东西 原本最初是三个小时送到 然后现在去到最快 半个小时就送到 哇 不过病真是半个小时要送到的 是的 就是要犯人的命 但是那方法会不会变成 就是多了人去依赖这个 就是电子的医疗 那可能会少了一些人 真的要去医院呢 我想个理解应该是 始终轻敏诊的 其实不论是国内 或者是香港人 其实你们大概自己 都有一个判断 自己是有几个年约 其实这些平台 最主要现在都是比较 叫做轻敏诊的 是 如果稍为始终是有少少的 一些交易 其实都是提醒医生 我都会的 我有些轻敏诊的 我问Lisa的嘛 她喉咙很痕 Lisa养声很厉害的嘛 常常唱歌的嘛 轻敏诊的 你怎么养声的呢 她就弄点罗汉果 避制我 避制我 就是这些 多谢Lisa 不要客气 但是 医生纸是否送我上来的呢 不行 医生纸是不行的 暂时这些互联网的平台 是不可以开真真正正的医生纸 或者是这些架子的 不行的 但是这件事变成的 今天来说还不可以 但是日常就不知道了 那很危险啊 如果那个人他炸病 但是他又这样去 所以就不行了 所以就不行了 有这个危险性在这里 而且始终互联网是 其实我们一般的看法 互联网医疗 其实更加适合的场景 暂时来说 可能叫做覆诊 如果你始终第一次 你完全都不认识一个医生 你走去搜诊的话 就真的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问题就可以了 但如果真的复杂一点 其实一般都建议是 真的看医生好一点的 不过用人工智能去做一些 简单的诊断 甚至给一些建议呢 美国也行得很前的 其实是一个大亿 对于医疗服务的一个 使用的一个习惯和需求 是的 其实来说技术呢 中国的技术是 走得非常之快的 是 因为中国在这个智能的发展 的确实是要领先的 尤其是在人念识别 甚至乎我们讲的很多 拍完一些X-ray片 CT片的一些 Image的recognition 中国是做得非常非常领先的 这个我又这么说 就是你可能对中国有很多的看法 但是中国有件事呢 有零剩 就是可能 就是比其他国家更厉害的 我们种族多 是的 我们的基因词都多 所以做基因研究是 中国零件很厉害的 绝对有这个优势 我们多不同种族 是的 绝对有这个优势 那科研可以在这边走得前一点 绝对是 那由科研回到 和我们贴身有关的应用层面 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一集 就会讲一下 如果你真的经常会去大湾区 甚至你已经在大湾区住着 或者旦凡周末 都很多人去大湾区住的 现在有另外一间屋 在很出名的那几间 周围都有了 很出名的那些屋苑的 那方面 Felix你也有去帮忙去做一些规划 甚至一些投资 是的 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 就是你香港的整个大湾区 就算有没有大湾区的政策出台之前 其实已经是一个趋势 不论是回去这个叫做广东省里面消费 或者居住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一个 就是我们自己的集团 也都看到一个很大的市场的需求 就是当你大湾区的人流 双方你越来越多 其实你再大的投资 再大的居住 你一定要有医疗的备徒 所以我们就比较早期 其实已经跟不同的市的 他们叫做卫健委 就去研究一下 怎样可以好好的服务香港居民 就是卫生 是的 卫生方面的建设 是的 的委员会 是的 卫健委 叫卫健委 是的 这些考人入行好 是的 你读不读到 不好意思 因为太长了 那其实大家 就是刚才我们上一集有分享过 就是说如果去大城市 可能有一些民营的诊所机构 那其实广东省 其实大家也是不知道这个数据 其实整个广东省 如果说大湾区 其实大湾区政府营运 都有差不多两千间的诊所 说多的 二千间 是的 这么多 非常之多 看不错 那这些二千间诊所 其实你们永远去旅行 你不会特别留意得到 但是如果你真的拿个地图出来 你一搜索 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站 就是等于香港的G.O.P.C. Clinic 就是你在香港去到 政府有做很多门诊部诊所 那这些你一搜索 其实有很多间 其实紧有一间是左近的 因为政府的规定是每一万人口 就会有一个服务网点 每五万人口 就一定要在一公里 它有一个城市规划比例 绝对有的 但是你说的这些诊所 已经不是医院了 是的 我们今天不是说医院了 真正正正的门诊部的诊所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市场空间 就是说其实 香港人可以发挥一个状况 或者我们集团 其实是我们怎么可以 和这些政府的诊所去合作 是 让香港人知道这些诊所可以进去 那你进去之后 你怎么可以把他们的医疗服务的水平 质数 和香港做得比较接近 那香港人去这些地方旅行 就有个保障了 是的 香港人 可能去到内地去求医的时候 始终都会有个信心的问题 明白 暂时都还没有 你真的问得好 我告诉你 所以我觉得访问Felix好一点 因为你这些问题 如果访问官员 无论是哪里的官员 内地的官员 还是香港的官员 他都会给你一个标准的答案 每处地方都有适当的医疗规管 我们会根据那个法规做事 相信医生的专业 即是一些官方的答案 我已经听到快要设备了 我给一个落地的答案 但如果落地 落地的答案 进去怎么看医生 其实问题是这个 一个是文型的医疗机构 但其实回到大外区 我觉得那个萌生很重要 你真的住在 譬如我刚才说的中山 佛山 政府已经规划了 一些社区卫生服务 就是等于我们的诊所 可以怎么做 其实香港人叫什么 社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就是你不要搜寻诊所 不要搜寻诊所 社区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可以的 你们用手机去找 一搜寻 你在附近就看到十几间 可以便利店 即是你找诊所 不要搜寻 诊所就会出了很多 牙科诊所 中医诊所 医美诊所 就是看病 搜寻一些关键字 我们都教 很重要 挺实用的 很重要 这个也最简单 找到在哪里 找到先 其实这些 大家不懂去 刚才Lisa说 香港人 一直对这些诊所 信心问题 第一 信心在三方面 第一 为什么好像卫生问题 不是这么干净 第二就是 里面医生的水准 第三就是隐私 可以这么说 其实国内人 在这些诊所看病 平均 很多时候 都是他们门诊的房 是透明玻璃 然后可能是两个医生 听了两个病人 所以一个女病人 和一个男病人 大家坐在对面去看病 的而且感觉非常不好 你也不会敢 把自己的私隐问题 沟通出来 但是这件事 其实大湾区 或者广东省 是绝对知道的问题 所以我们集团就说 其实你想 大家的居民提升 那个信任度 你们要先改 我们过去的两年 其实跟整个大湾区里面 都六个政府 都谈过就是 第一 我们先把你的门诊室改造 变成港式医疗 就是你引入了 一些港式的管理 对 所以我们香港人 原来已经在贡献大湾区 输出的技术和知识 那我们香港 怎样可以 将这些医疗管理的知识 注入大湾区 第二节再跟大家说 Lisa 有两样东西 我觉得现在香港人 无可避免的了 你总会有机会 踏足大湾区的 嗯 简单到你去澳门 都是大湾区 对不对 好了 你还会 一定有机会 不舒服的嘛 正所谓大家来说 总会病的嘛 尤其是你可能旅行的时候 人多逼一逼 或者水肚不服 那你就病了 那我经常都说 这个节目 除了一些医学常识 或者病理给你听 最简单就是 你去到澳门看医生 你懂不懂去看啊 你去到东莞看医生 你懂不懂去看啊 你去到惠州佛山看医生 你够不敢看啊 其实Felix说 其实呢 没有说够不够胆的 看你懂不懂去看医生 所以看医生也要学的 原来 所以我们今集 这一节就说一下 刚才你说 以前的诊所 就 连到链都没有 是的 没什么私隐 没什么私隐 那就很尴尬了 我和Lisa 在同一家餐厅吃错东西 很尴尬的 不 他们从最初非常开放 其实我都觉得很特别 就是中国人是比较内涵 内涵 是的 但为什么看病的时候 会这么开放呢 但其实这个不是他们 想这样去选择的 其实他们从来没有 被人去看过 有一个 我们叫做 一个别人 就是别的选择 所以刚才你问到我们 其实如果香港人真正去看病的话 首先第一 现在的地图出来 其实不是找诊所 你教了 但其实你去到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香港人 亦都在里面 会开始和政府去合作 将某一些基层的诊所 或者叫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去提升 提升三个 一个就是硬件 所以刚才和你们 广告时间讨论 都是说这些硬件 已经好很多了 我想最简单 譬如说在香港诊所 你等的时候 是比较坐得舒服一点 是的 你拍其实可以的 下进去然后遮住 是的 现在你可能简单到这样 是的 其实你还是要教一教他 要的 他一教 叮明了 就全部 他们就全部 光线都很重要 对 你说得很对 譬如他们以前 一间训生的看病 可能整大房间 可能是150 就只有一盏灯 灰灰暗暗的 是的 所以我进去第一件事 就将四盏灯 我是不明白的 我已经病了 还要走到一个这么陰森的地方 好像在美面 其实是挺有趣的 我的样子也更青 真的 我现在就 其中一件事 我们开始在做这件事 引入一些港式的管理 是的 甚至乎可能是 规划 对 尊所谓的规划 他们其实很 很接触 他们觉得 应该是这样的考虑 其实他们很多时候 是没有看过其他的选择 第三步还可以怎么做 其实就是 硬件说了 其实软件很重要 就是怎么样去培训他们 国内的医生 其实如果是基层医疗 其实大概有167种常见病 你只要对这167种常见病 有一个比较初步的认识 其实已经解决了90%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香港 在这方面 做得非常非常之严 即是你会带队去 我们会带香港医生 过去国内 教他们怎么看这167种常见病 同时再装明一个 叫做软程医疗的一个系统 软程 对 长距离的 是什么样的 你香港医人 比如你走到那间诊所 你真的在看这个医生 那我们集团全部的医生 和香港医生是连接的 对 比如你Lisa 真的去到这间诊所 你去到佛山 对 佛山 去佛山看医生 佛山我们没有 中山 中山佛山 去到中山 中山看医生 对 有个中山的医生 去看Lisa 对 这是我们集团培训 但是拍着她的时候 另一个医生就是 就是香港医生 就是香港医生 去看她 对 香港医生 和国内医生 同步 那你就有个安心 但是香港医生也很好 我不用去到国内这么远 但是为什么会做到 因为你一医两制 这个 是的 创新 一医两制 创新 透过那些视像镜头去问诊 这个就是线上 线上 共同会诊 共同会诊 其实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呢 首先给香港人安心 其实最主要都是国内医生 看的 但是他可能真的有些 语言沟通不到 或者是真的不明白的 这件事情 你等等先 其实我们这间是香港 集团营运的一个 服务榜点 我们现在同时 接线香港医生 那我们香港医生 是有五个医生 是长期服务这个系统 我听过 我听过 因为我甚至乎 那些人说 拿记录 其实他可能 都听不到 因为广东话记录 那个字 听不明白的 你有没有之前的记录 他听不明白的 那这些可能 就是香港医生 已经帮一帮 已经快了很多 那变相病人的资料 会不会两地 都可以分享 其实呢 今时今日 你都不用 特别我们在香港 做得最多的是什么 就是病人 有时来香港 就拿个微信出来 直接拍了自己的病人 就传给你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所以就算 没有一个技术性 因为你真的要 将国内的门诊系统 和香港的门诊系统 做一个技术上的对接 这个要花很多时间 不过 我觉得Felix 刚才刚刚说的 用网上去 共同回忆 真的要多些 跟其他香港人说 因为很多香港人 现在就担心 你去了大湾区 会不会 把香港的医生都拔走 同意 其实现在有科技 其实香港的医生 真的不用 香港医生 不是这么容易 香港医生 都已经不够了 第一不够 第二很忙 另外还有一个 我也想问 有没有研究过 这件事 譬如说 很多香港人仍然 没有像今天 你讲解 讲得这么清楚 这么了解 不是很想去内地看医生 那他们有什么头云伸庆 就长途不舍 就要坐车 都要回来香港 都要回来香港看 那些很巨型的 很多香港人住的 那些 什么的家 那些 那些其实可以怎么处理呢 因为我觉得 在医疗政策上 如果可以留到 一些头云伸庆的病 绝对是 在大湾区 是 其实你也是一个 需求管理 你比把医疗的需求 每次都下回来香港 转嫁回来香港 香港已经在爆厂了 那那个 其实有没有办法 留到大湾区 其实绝对有 我想有三个层次 第一 刚才我说的 一个就诊的环境 的一个习惯 一个医生的一个 叫做就诊的一个能力 第三就是前天说的药物 三个东西 就算环境和医生 我们说了 第三个其实 其实我觉得 香港人对国内的药物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误解 我刚才说 我们集团在国内 譬如在上海诊所 我们都延传了五年 我没有可能 把香港的药物 全部寄到国内 但其实 我们据说 世界的十大药床 我不说名 其实基本上 在国内都在生产 这些药 那些叫做 国内的外资 和内资合作生成的药 其实 和香港的药物 基本上是一样 甚至乎 有些在国内的生产 也没有出口 所以这一个 那那些大型的药物馆 你们有没有 比如这些大型的药物馆 你可以就是 有没有可以诊所 我们就会和政府的机构合作 因为为什么呢 大型的药物馆 都是规划 在一万人 要有一间诊所 我也是一个社区 一定要的 所以它一样有社区 卫生 服务 中心 绝对是 很好记者 我自己都用了很多 关键字搜寻 很重要 不要搜索 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那些大型屋 你们集团都会有 社区服务中心 国家的层次是要求 你和每一个 其实在2010年打后 所有国内新型的楼盘 是必然要有医疗的配合 差不多 都是对香港医疗政策 有很大的帮助 绝对是 对吧 因为好过每次都要 每次都要来香港看 是的 话虽如此而已 可能有时候真的 要运回来 好 非常好的问题 我听闻说 救护车都不能直过香港 你痛到痛一痛 你都要 我现在过境了 然后 怎么过境 还有很多的手续要去做 其实 应该这样理解的 其实 如果真的碰到 这么不幸的问题 或者你去 我可能是盲腸炎 可能已经痛到飞起了 对吧 要不要下救护车 再过另一边救护车 还是怎么处理 这个暂时都需要 始终那个救护车 始终是两个不同的制度 因为其实 不同的法域 对 可能你考虑就是 我们考虑就是 没有理由你要我下车 但其实整个制度 譬如这辆救护车 是属于这个市的 他的法律的一个保障 他的保险背后 就是去到那个区域 就是去到这个区域 对 你可以安排这样换床 是的 不用你爬下来 但是这里要赞助香港政府 其实我刚刚身边 有个家人的朋友 也都是真的 正确是这样的情况 是吗 是的 我在中山 我跟你没有夾过的 没有的 真的没有 他就是刚刚在中山旅行的 突然之间 突然很暈 而且嘴巴开始 有些说不出话 担心是中风 六十七十岁 很害怕 其实他的做法就是 他立刻 国内的十字车 就真的约到关口 然后他上车之前 已经打电话去香港 说 我有个香港人 怎样 一个小时之后 就会在深圳的口岸 那里 香港是真的约定 十字车去到那个位 一天真的在无缝对接 其实真的 过一过关 那是辛苦的 那其实 如果真的要跨境的话 有些什么 你要提醒我们的观众 看香港人要预备 真的要跨境 要运回家人 我觉得 未必一定可以保证到 你完全不用 就是 身份性落地 但是 譬如我 我刚才也提了 我觉得 如果香港人去国内旅行 最重要真的 要买一个 那个叫做 旅行保险 为什么呢 如果这么不幸地 你去到韦州那么远的地方 稍为远一点的地方 真的 跌倒 如果你想立刻回来香港 其实这些医疗保险 可以立刻帮你 安排直升机 包括运输费用 运输 等等 去送回你 所以到可能关口 甚至我不清楚 可以查一下 可能有机会 可以直接去到香港的关口 这些就是很值得去 就是 你说要实际计 第二就是 如果真的这么不幸地 最重要 其实 千万要尽可能 不要单人去旅行 你始终 你一个人出事 你身边的人 譬如你真的去到医院 你昏迷也好 你也有个人跟他说 而且一定进医院第一件事 说我是有保险的 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 就可以解决了很多问题 祝大家去大湾区 当然身体健康康 絕对是 如果真的不舒服的话 Felix都教了你一些很有用的提示 记得买旅游保险 还有记得告诉别人 你有买旅游保险 一定 现在越来越多 香港人都会北上大湾区 旅游创业 定居 甚至乎养老 但一有起病上来 怎算好呢 学学回香港医的话 也挺麻烦的 而且对于内地医疗 又好像没什么信心 所以在这个时候 香港医生 就会担待一个媒人的角色 协助培训内地医疗人员 改善当地的就诊环境 如果以后内地 多一些 达乎国际标准的 港式医院 又或者港式诊所的话 相信大家 都可以安心在内地养老了